哈喽老铁,大家好,我是洪城 今天的车子是没什么太大的进展 因为有些配件还没做好,要等明天 所以明天才能够有大的一些变化 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车子吧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老铁 他对我的车子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然后,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因为有些,这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可能 我做的这些视频当中呢,可能 没有太多的去介绍车子的一些细节 近期的这个视频里面相对介绍的比较少 那么,现在呢,就趁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来介绍 介绍我的车子 这一次改动的一些大体的一些方案吧 就是我的一个思路 大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呢,就是我主要改动的一个大方案呢,就是主车架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主车架啊 我原来的主车架呢,是平的 这根主车架是平行的 那么现在可以看得到啊 这根主车架 现在已经是向下 已经是倾斜的 然后呢,这个后白臂原来是 呃,由向上倾斜 这么向上,从这个地方向上 现在呢,是已经是白臂是平的 白臂现在是水平状态 那这根呢,这根角度呢,现在是给它调了 现在是还没做好 还没做好 因为这个加固件还没到 还有这边的有一个 在这个部位上面 还有一个加固件 也还没到 这个主要是改这一个大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一块呢 这根,现在的这根的一个高度呢 已经是被我改了 这个高度已经被我改了 现在的高度呢,是45公分 原来呢,是60 现在就变成45公分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前白臂 前面的这个白臂,可以看得到 原来的白臂呢 这个离地 就是这个离地相对会高很多 现在呢,白臂就已经向下了 这个白臂呢,是我一代车的白臂 我现在就是把一代车的白臂 给它拿出来放在这儿 这个是改一个白臂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方向把 这个方向把 方向把我现在也给它改了 为什么给它改了呢 主要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大的一个问题是啥呢 就是我之前做的一个是 二代车是在这个中间的 很多老铁大家觉得说 在中间的这个 会比较好 可是呢,根据我实际的一个 骑行 两种车子 这个是一代车的车吧 这个是一代车的 那二代车的 大家看过了都知道 如果是在这个中间的 这个起来呢,总体来说 我感觉就是一个呢 为什么我要把它改成这样子 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是传统躺车的这种车把 是怎么样的 再一个呢,就是 坐姿上面 如果说中间这边放一根这个坐把 就是碰到危险的情况底下 这个相对会比较没那么安全 因为这个是经过我实际的一个 骑行总结的出来的经验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就是 视觉效果 这个会比中间的这根会好 这是我主要要改的这部分 再一个呢,就是双电池 这个电池呢,现在是原来的这个电池 原来这个电池 这个是不变,还是在这儿 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个电池 还有一个盒子 我还没做 为什么还没做呢 首先是一个是什么呢 我这边的 看一下,就是这个导链轮 导链轮的支架 我还没做上去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东西是还没做出来 因为要避开链条 这个呢,是要闲空 做到这个位置出来 避开这个链条的位置 链条是从那边过来 刷到这儿 所以呢,我这个导链轮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导链轮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导链轮 所以我这个 这个箱子呢,是要在这外面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加固 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加固键 加固完之后 这个地方加固完之后 焊上导链轮 把导链轮的位置定好 完了之后呢,我才能够定这个 这个这个电池的这个箱子的激励是多大 所以,这块还没做出来 再一个呢,就是座椅已经降低了 座椅呢,我现在是 原来这个座椅是这么高的 原来是这样子的 那我现在把它放倒了 放倒了,座椅我现在给它放倒 放倒之后呢,座椅就降低了 整个车身呢,原来是 总的高度,就是这个车子的总高度 太阳能板的这个总高度 现在呢,是1米25 现在我的设计的高度是1米25 原来呢,是1米45 就是往下已经降了20公分了 再一个呢,就看一下这个 这个离地 现在这个离地呢,是这个 现在这个离地的高度呢 是15公分 从这个地板到这个地方 是15公分 那么,对于说 通过性来说呢 这个是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次走了那么多的路 里面 这个高度 我觉得 都没啥问题 除非那个飞铺庄路面 其他呢 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 然后呢 把太阳能板 这个太阳能板 这个高度降低 车身呢 也就会稳定很多 好 这个大概的就是 改动的就是这么一些 然后呢 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座椅 因为原来的一些 焊接没焊好 我全部把它切了 重新来 那么 车子呢 大概的介绍也就是 差不多是这些 那些改动 这次的改动 基本上是 整个 大方案都改了 我想应该 会 车子应该是 目前的这个状态 如果改好的时候 这个状态 我觉得应该是会更加的 呃 骑行起来 舒适性的 包括稳定性 我觉得说 应该都会更好 啊 那么 今天车子呢 就大概的介绍就是这些 这些 开干了 一干了 把这个给它焊起来 然后加固的 把它焊加固这样 下方面 还差一块 椅子重新焊 焊好了 现在做电磁盒了 双电池 嗨老铁 大家好 我是红尘 今天把所有的这个 该焊接的都焊上了 然后 这个车架基本都好了 现在呢 就把油漆做上 今天把这些 白币 该上区的 全部都上完了 这些后白币 这两个前白币 包括这些电线 全部拆下来的 然后这个 车架呢 也全部给它焊好了 全部焊上 其余给它做上了 两个那个 那个电磁盒也做上了 这边是新增加的 这边呢 是原来的 这边的全部都给它做好了 这边的话就是 45安时的一个电磁盒 看到吧 这边是装那个 嗯 嗯 倒链轮的 哎 先不都弄好了 现在是最麻烦的一点 是什么 就是这个 嗯 嗯 这个 这个 叠沙架 现在也都已经做上了 这次油漆也全部给它弄好了 这个做完了就OK了 嗯 今天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 我的那个 图子 被我弄丢了 现在就是 因为我把旧的电脑卖掉了嘛 把我那个笔记本 旧的笔记本卖了 后来 因为图子没有备份 忘记了 所有图子都 没掉了 现在最头痛的问题是 虽然车架已经做出来了 可是 因为图子没了 有很多数据都没了 我辛辛苦苦两年 积累了下来的这些数据 全部都没掉了 现在所有数据都没了 现在最难做的就是 这个叠沙 这个叠沙 的这个 这个羊角 这个羊角的数据是最麻烦的 现在都没了 还有一个就是后白币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后白币 后白币的这个叠沙价 包括呢 这个 变速的变速的这个 这是最麻烦的 剩下的那其他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座椅 座椅的那个数据也都没了 角度各个方面的东西都没了 现在又很头痛 不知道现在如果重新再去弄 就挺麻烦的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想想办法吧 今天很沮丧 是 对